毫无疑问通过Q-SYS控制第三方设备的最简单方式 就是使用一个专门设计用于控制该设备的插件 你可以在设计库里面找到一个叫Plug-in的文件夹 在那你能看到很多已经安装好的插件 一般来说它都是按照制造厂家的名字来命名的 里面是所有目前已经安装好的插件 它们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种是QSC管理的插件 你是可以从QSC的资产管理器里下载的 等会我们再看 下面这个用户文件夹列出来的是你从其他地方获取到的插件 在每个文件夹中你都能看见已经安装好的插件 通常它们是按照制造商来分类的 举例说让我们看看两种不同的Q-SYS插件 我一台NEC Multi-Sync显示器我想控制 另外我还有一个Shore MX无线话筒的底座和接收器 也想用Q-SYS来控制 使用插件就像使用Designer里面的组件一样简单 你只要把它们拖到编辑区 然后双击打开控制就可以了 对于大部分插件来说 你真正要做的也是要对被控设备的IP地址进行设定 然后连接就可以了 针对这个显示器的插件 你已经有了读取这个设备所有的权限了 比如说电用开关 信号源选择 待机模式等等所有的 还有一些插件就像这只Shore的无线话筒 它原本的设计目的是给某些特定的设备提供外部空间 但是音频的传输这一部分 你还是要单独添加进来的 在这你可以使用AX67或者我们的单体卡来实现音频传输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两个插件的外观是截然不同的 而Q-SYS的插件 无论是设备上的物理按钮 还是网络图形的用户界面 还有外观 通常都设计的和设备自带的控制界面非常相似 当然是故意这么做的 这样一来呢 如果你已经很熟悉这个设备了 那么你找到和使用这个控制器也就很容易了 另外你也可以从遥控器上复制任何的空间 到你的UCI页面 这样用户就可以只需要看到那些用得上的功能了 避免用户面对太多的控制按钮觉得无所适从 找到并安装插件的最佳方式呢 就是用Q-SYS Designer的资产管理器 这是Q-SYS的一个云端服务 通过它呢 设计师或者用户就能快速方便的下载并安装新的Q-SYS插件 不必非要等到Q-SYS Designer的新软件版本发布了 你可以单击插件文件夹右面这个齿轮图标来打开这个界面 也可以到工具菜单里选择 Show Q-SYS Isit Manager这个选项 这里显示呢 有三个列表 第一个列表呢 让你能够浏览所有的目前可用插件 它是按照制造商名称的字母顺序排列 每一个插件里都包含一个详细的说明 还可以连接至相关的产品页面还有图片 并可以访问这个插件的早期版本 可以用在系统的早期设计版本里面 一旦你发现了所需的插件 只需要选择安装 这个插件就能够自动地加入到你的插件文件夹里 第二个列表 已经安装的插件包 让你能够查看或者卸载已经在电脑中安装的所有插件 而第三个列表会显示你目前所拥有插件的更新信息 如果这个列表是空的 那就表示你所有的插件都是最新版本的了 你还可以从制造商的网站上或者独立的程序员那里获得QSYS的插件 QSYS最酷的应用之一呢 就是可以提供开放的应用程序接口 也就是API 它能允许第三方制造商或者独立的程序员创建自己的plugin 这些插件在软件里面呢都是以单个的独立文件存在的 通常呢都是以.qplug作为它的扩展名 如果你用文本编辑器打开这个文件呢 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Lua脚本 它是由程序员编写的 把它模拟成一个QSYS的内置组件 想要安装它呢只需要双击这个插件 然后它就会自动执行安装程序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这个文件直接复制 粘贴到插件的文件夹里面 这个文件夹就是在电脑的Document目录里面 你只要先找到QSYS Designer的安装路径 它下面包含这个plugin的目录 一定要插件文件加入到这个文件夹 你就可以在Designer软件里面找到它了 如果你想把插件分享给其他人呢 只需要选中它 然后拖拽到电子邮件里 或者是上传到云端服务 比如像Jobox或者是百度云 更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你把它直接复制到U盘上 再交给你的朋友 不过别忘了 这些插件是用Lua脚本编写的 所以运行这些脚本呢 必须是QSYS里的脚本引擎已经激活了 如果你的主机还没有这个license的话呢 那你这个插件就不能用了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当我们把插件拖到编辑区的时候呢 你会在屏幕的顶端 还有左下角这个检查器里面呢 看到这些小提示 如果你使用的是QSYS Designer软件呢 7.0版本或者是更高呢 而你还需要运行这些插件的话呢 就可能需要购买相应的license 当然你可以在仿真模式中 随意测试和使用你的插件 但如果你准备把这个设计文件 上传到QSYS主机之前呢 一定要联系QSYS产品的经销商 确保你已经购买和安装了 正确的引擎license 你订购license的请求呢 可能需要几个工作天的时间来处理 所以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才来购买 要了解更多的相关细节呢 请务必查有我们license相关的视频教程 或者登陆qic.com 浏览QSYS脚本引擎的相关页面 当然并不是全世界所有的设备 都有一个设计好的QSYS插件 如果你需要和某个第三方设备通讯 但是你还没有插件的话呢 你就要有些其他的方法了 如果你只向某一些设备 发送一些简单的字符传扬 那你可以使用command buttons 如果你涉及到更复杂的双向通讯呢 你可以使用block控制器 或者是lua教本来开发 这些我们会在后面谈到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